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里是一个机会 为什么是一个机会呢 其实我昨天就已经告诉大家 所以我今天给大家一个标题 我们看到这个主画面来看 把它放大来看 我给大家一个标题 这边是抢钱行动 抓钱行动的召集令 我想这个地方很明显 这个空间 当空间拉开来之后 跌升之后 就是一个最大利多 行情拉出来 股价到低点 它就是一个最大的利多 我们看到昨天 昨天老师在影音盘后影音 是不是给大家一个 chance 对不对 机会 你是往左转 还是往右转 还是你是往上转 往下转 对不对 那总而言之 这里就是一个赚钱的一个机会 为什么这样讲 昨天呢 我告诉大家说 这个地方 筹码面开始有转好的迹象 而且 外在环境当然也是不好 可是问题是 现在的股市 似乎已经脱离掉 目前在外在环境 不佳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逐渐走出一个自己的路 我想这个原因是什么 重点在于跌升 跌升之后空间拉出来 我觉得这个地方 就出现了所谓的一个 这个所谓的一个操作机会 所以呢 你看 昨天我给大家的一个标题是 国安基金 的一个进场 机会来临 你要去做把握 所以我给大家一个机会 Chance的一个部分 那么今天给大家什么呢 今天给大家一个标题就是 现在就是一个 所谓的一个抓钱行动 那到底怎么抓 我想这个大概也是一样 你必须要先加入我的Telegram 加入法人最前线 你才可以追踪 前观众老师跟追踪 到底从早到晚 看到国内看到国外 我到底在看什么样的一个方式 跟看什么样的一个商品 对行情的看法是怎么样 那这个也是一样 昨天提醒大家 国安基金进场的时候呢 都会有一波的一个反弹 那这个反弹来说的话 可能或许几周 或许一两周 或许甚至到一个月 两个月都有可能 但是目前来讲的话 在所有利空去做一个彻底之后 我们先暂时不要管后面 极度长线会走什么样的事情 至少来讲的话 我想在这一两周的一个机会 我认为大家把握住 这个就是一个所谓可以获利的机会 当行情拉开来之后 对不对 如果说你像我们的会员一样 我们在11800点之上 在2月20号之前 这个疫情还没有爆发到国外的时候 我们就所有会员股票一张不留 那么你现在 是不是就可以坐着去等待说 我到底要找哪一档好股票 去做一个逢梯切入 我去做所谓老师最擅长的 短线坐价差这样的一个策略 我想这个地方就很明显 这是股票的部分呢 一样在期货选择权 我想一样跟我的这个标题一样 是抓钱行动 是机会来临 怎么这样看 我们再往下看 你要把握死急 对不对 昨天我真的放这个图表 现在的选择权是非常贵 我这个图表重点是告诉他说 现在的一个选择权价格非常贵 可是在选择权价格非常贵的情况之下来说的话 他就是一个充满机会的一个时机点 我想你要怎么做选择权 你就是要抓住机会 你看 这个是我们今天的一个早上的一个简讯 事实上我们现在选择权的一个部分来讲的话 我们可以说是老神在在 因为我们什么部位 大家可以看一下 你说 我们的策略买进8400到8300的空头价差10组 为什么我要给固定的位置固定的口述 我后面再跟大家讲 你的老师是怎么带你做起货选择权的 我们又买进了7900点跟7800点的空头价差两组 你说买进空头价差不是做空吗 我想如果说你单纯这样想的话 那我想你就太不了解法人操作 我们又卖出了7500点的卖权四口 我跟他讲 我们今天没有动作 这是我们在昨天之前陆陆续续所建立的部位 我们现在的选择权流仓 最大风险在7500的卖权 卖出卖权对不对 距离目前位置1600点 其实已经1700点了 所以我们又有加差单保护 然后呢 我们现在就是一个 已经赚钱而且是还有代收权利金 如果说你是做选择权做比较久的话 你就知道我讲的一个意思 什么叫做选择权稳稳的赚 大概就是在这个地方 我们再往下看 为什么我说现在是选择权操作 期货操作的机会 你要把握 而且你要找一个非常对期货选择权 非常专业的老师 我想在这一个月以来 在三月份以来 其实做股票坦白说不好做 其实我们在过去2月20号之前 卖完股票之后 我们到现在为止 也不过就买了一档四季钢 在80块以上附近的地方 我们出脱了一部分 剩下我们基本持股到现在 坦白说并没有太多的一个机会 只是说现在到今天 算是机会准备来临 我想明天开始来讲的话 你要不要跟上列车 那选择权呢 讲求的是策略 讲求的是专业 我想我做选择权 我们回到大图表 放大来看 第一个 有没有资金规划 我的第一点 投资人会员没有人 有无限的保证金 你不是钱都无限的 你不是说 从11800点一路下来 我跟你说 买进买权买进买权 买进期货买进期货 对不对 那请问一下 你要不要补保证金 期货是每天在结算 然后呢 注意风险跟停损 控制下单口述 我做选择权 带会员做 我就是定义会员 假设你最少最少 有30万的资金 那我就是以 最少资金的规模 去发简讯跟口述 然后呢 你有没有一个明确的价位 跟口述建议吗 比如说我发进 我这个地方买进买权 买进买权 买5口买10口 或是买个价差 买5组买10组 或是我卖出个 7500点的卖权 卖个3口4口 对不对 很明确的价位 很明确的部位数量 所以你才能够 像我下面这个图表 这个我相信大家看不懂 我就说明就可以了 你有没有办法去勾勒出 你目前会员的一个风险 风险值 风险的一个模式 所以呢 到今天为止 也没有几个交易日 我们目前获利234点 到今天的早盘 之前 就是今天收完盘之前 才六七个交易日而已 从三月合约开始 从四月合约开始 才没有几个交易日 对不对 我们目前是获利在仓 而且下方的卖权部位都不用管它 因为我们目前是代收 而且最大的风险在1700点之外 那我们现在怎么做 好像已经开始有翻转 对不对 好像已经开始要去做往上波动 我们是不是又开始去做 从买权 买进买权 买进价差 做多期货去找机会 怎么样跟着钱老师 去模拟选择权的操作 还有你的老师 我们把这个图放在来看 这个是从我们3月18号以来的 每一笔交易明细 大家可以看得出来 我特别今天抓给大家看 我想重点是在于说 你的老师有没有 给你一个很明确的东西 很明确的建议 比如说买进8400减的PUL 买进5口 490点 1.50块 我用点数来看 那这是一个价差单 对不对 买进8400 卖出8300 各5口 我总共是大概40点 38点左右 我一路这样做下来 目前我的卖方策略到这个位置 我开始要去做我的买方部位 所以在现在来讲的话 为什么说期货的机会来临 选择权的机会来临 连股票机会都来临 为什么会这样讲 所以这个地方来讲的话 巴菲特就说过 你要用以40分钱 去买一元的东西 为什么这样说呢 就是你要用相对便宜的价格 去买进一档好的股票 所以很多好股票 进入长期投资的一个位置 我想它就是来到一个相对便宜的甜蜜点 当然我这里来看的话 我也未必开始就要做所谓的一个长线投资 可是我跟大家讲 这里很多好股票 来到一个相对低档的位置 当筹码稳定对不对 当价格吸引法人的买盘进来 请问一下大家 这里有没有所谓短线做价差 短线抢短的机会 那如果做的不错 股票表现不错 如果说四五月之后 疫情能够去做一个正式结束 我是不是又可以短线编中长线 对不对 我想这里讲的就是所谓的一个策略 你要怎么样老师带你避开 整整三千五百点以上的一个下跌段 我想你才有资格在这个地方来讲的话 跟大家讲说 我开始要从多方 找便宜的标的来找机会 我想这是我要跟大家讲的一个观念 你说你如果没有去避开风险 请问一下 你要怎么去找到好股票 甚至找到走自己路的标的 如果你只是从高涨一路套一路套一路套 那你的老师做什么事情 就是一路安慰你 说这个地方跌你不用担心 这个地方跌你不用担心 结果呢 一档100块的股票 套到剩50块 请问一下如果这样好股票 从50块反弹到70块 那跟你有什么关系 50到70很多 对不对 差了20块 这几%大家可以自己算一下 30-40%的一个幅度 那我要跟大家讲一个观念 目前的行情来讲的话 外在环境 有武汉疫情 震荡非常剧烈 紧接而来可能有背后 更远方 可能有所谓的一个经济 的一个衰退 但是我们没有关系嘛 我想在股市操作 我没有要跟股票 谈感情 谈恋爱 要长长久久 我就截取短线的机会 跟我们在做选择权一样 做期货一样 期货选择权 你没有跟他一路报嘛 对不对 我们就最多最多 报到这个月合约结算 那你要取得一个 比较有利的位置 那现在呢 就是去慢慢的建构 你有利位置的一个实验点 我想这里开始 就是一个机会来临 我们前面做卖权 做到现在 对不对 行期怎么破斗 与我无关 往上涨也好 往下涨也好 我等的时间过去 我就获利 而且我的最大风险 我没有跟你说 我完全锁住 对不对 但是我的最大风险部位 是在什么地方 在7500点的卖权 卖出7500点的卖权 你看他多远 你现在不要去操作 因为我们都有保护住的 一来 差距离现在1700点 二来 我有12组空头价差在保护我的部位 我的价差单 比我的卖出部位还多非常多 你说我怎么会有风险呢 那现在呢 我开始要去建构 往上操作的一个位置 怎么样的价位 怎么样的一个操作 能够让你去做步步为因的操作 那跟股票一样啊 怎么样的操作 可以让你能够去做一个 所谓安稳的一个前进 我想一样嘛 你不要去买高档的股票 你要切入所谓低位阶的标的 低档 筹码转强 相对低位阶筹码转强 对不对 重点是什么 重点是有量 而且法人喜欢的标的 那这些格局来讲的话 我短可以做所谓的一个价差交易 所谓的一个隔日冲也好 当冲也好 就是短线交易 那如果我长呢 假设我拉出一段获利 我又累积了所谓的一个 价差的一个部分 那行情又转的比较 对中多或长多有利的时候 我可不可以转为一个偏多操作 我想这就是所谓的一个交易的逻辑 我想大盘来讲的话也是一样 这个地方来到了短线的第一个 所谓的一个压力线的位置 这条线绿色的线 对不对 那你说行情会不会再像是过去一样 好像又是一个大幅震荡 或许会 但是也是一样 既然已经跌了3500点下来 那这个地方来讲的话 为什么你不敢去做 所谓的一个选股操作呢 那如果假设这个行情 能够开始去做一个落底 那往上来到第二个压力区 这又是所谓的一个牵点机会 我并没有说这个地方要一路就扶妖之善 但是呢 我们可以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下 来去找所谓的一个获利机会 这就是我要给大家的一个部分 当我们能够避开前波3500点大跌段之后 后面 我们大概持有了两成的长线持股之后 我是不是有资金 我可以去做所谓的短线其他个股 或其他找强势股的操作 我想这就是我要的一个原则 那你说你买的股票 华兴科 对不对 我是不是在高档的地方 在这个位置 跟大家讲说 华兴科反弹有问题 对不对 所以我后面下来一大段 你有没有避开 这都是提醒过大家的 那你说国具也是一样 我想相对的位置在什么地方 大约就在这里嘛 对不对 你没有避开 那你说你如果没有避开 你说今天国具拉到涨停板 跟你有关系吗 如果你的股票是这样子 在这里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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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问一下 今天的涨停板 跟你有什么关系 好那我们再看 一样热门股 环球金 昨天前天很强嘛 怎么今天留下一个倒梯线 台胜科也一样 它是一档不错的公司 不错的股票 那价格来讲的话 好像今天也没有走出 太强势的局面 对不对 那你说你做 3406的玉金光 这个线图没有回来 那我们看一下别档 2320 2330好了 好 台积电 台积电 是外资的卖压中心 但却是护盘的重点股 这样的个股 如果说你高档 没有去做一个出托 对不对 那请问一下 你在目前的位置 你要怎么做平落操作 那一样我们讲说0050 好 对不对 你说0050永远不会倒闭 没有错 但是是不是也有所谓价格的问题 所以我想在这个地方也是一样 行情在这个地方去做所谓的一个变动 那你要怎么样去找获利机会 我刚讲到说 从股票也好 从选择权机会也好 这里是所谓可以去做偏多操作的一个机会 对不对 行情开始在跌升之后 展露出所谓很高的一个空间 那这个地方来讲的话 它就是一个可以去做逢低进场的契机 我想接下来的行情来说的话 你要怎么操作 你可以跟着我来操作 谢谢大家 本公司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且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空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深深评估并自付投资风险